男店人站在火鍋吧檯裡面 明明還在上班 突然有一名男客人衝進來 抓住他不斷追打 老闆娘在一旁 試著想把兩人分開 其他顧客看到這一幕 嚇得趕快起身 連火鍋都不吃了 迅速離開現場 就怕被波及 警察還沒來之前 他一直打電話說要叫人來 然後就是有類似恐嚇的意思這樣子 然後警察到之後 他還是在打電話 說他要繞人 然後警察就說 你在我面前 還敢打電話繼續繞人 男子當時坐在靠近門口的位置用餐 結完這樣認為對方態度很差 一氣之下 直接衝進壩檯內 跟店員發生衝突 事發在新北市泰山 27歲的孫姓男子 一個人到火鍋店用餐 離開前動手殴打 21歲的良性店員 造成對方脖子胸口擦錯傷 男子事後被警方依傷害罪移送 最後被判拘役30天 可一顆罰金3萬元 要付錢的時候 他用錢用丟的丟在桌上 叫我們的那個良性店員 把他撿起來 然後良性店員就覺得 你前面 前面就已經不知道 在不高興什麼的服務態度 就是他態度很差 所以那個良性店員 自己也氣不過 他就找錢的時候 他把錢丟他手上 然後客人就不高興 就因為丟零錢這個舉動 雙方一來一往 最後顧客失控打傷人 原本在火鍋店打工的 男大生也離職 警方調查 孫姓嫌犯是一名貨車司機 有公共危險前科 這回動手打傷人被法辦 原本吃三百多塊的火鍋 這下得付三萬鳥事 差了一百倍 TV新聞高者 黃金芬 新北市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導 有沒有 傳統 播放 上